1月11日 第八十届全国金球奖颁奖典礼上 华人武打巨星杨子琼 凭借电影《顺息全宇宙》中的角色 获得金球奖最佳女主 杨子琼出道40年 在好莱坞闯荡多年后 这是首次获得金球奖最佳女演员 正式成为好莱坞一线影后 实在值得庆祝 站在美国影视界最重要之一的颁奖典礼上 杨子琼发表获奖感言不禁激动万分 回想起刚来好莱坞无人认识 闯荡多年过程中的心酸 到这一刻终于美梦成真 杨子琼在发表获奖感言时 被音乐催促发言时间到 杨子琼霸气回怼 在好莱坞亚裔明星能展露头角 都是不容易的事 获得相当大的成就更是难让加难 但是60岁的杨子琼做到了 没有年轻貌美的优势 可有演技和实力 回顾杨子琼出道40年 她今天能获得金球奖 最佳女主角的名号 实至名归 杨子琼1962年生人 出生于马兰西亚的一个富裕家庭 祖籍中国福建 家庭富裕的杨子琼 从小就受到良好的艺术教育 4岁开始登台演出表演芭蕾 可能是真的喜欢站在台上 被许多人瞩目的原因 21岁参加马来西亚小姐比赛 并获得冠军 之后出演电影 猫头鹰与小飞象正式出道 因为皇家师姐系列电影 杨子琼正式转型成打星 现在看来 她这次转型是今天的获奖的关键所在 1988年 经常在香港拍戏的杨子琼 与香港富豪潘迪生相识 很快两个人就在一起并举办婚礼 婚后为了爱情 杨子琼宣布退出娱乐圈 这年她才26岁 还是太年轻 年轻单纯的杨子琼很快就吃到苦头 不到三年就结束这场荒唐的婚姻 可能在这场婚姻中伤透了感情 离婚后她全身心扑在演戏上 1992年 离婚不久的杨子琼 凭借《警察故事3》宣告付出 之后一连拍摄多部经典作品 《卧虎藏龙》 《永春》等动作电影 奠定港片首席打星的地位 《卧虎藏龙》荣获73届奥斯卡金像奖 杨子琼也凭借其中出色的表演 在国际上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2001年凭借007至明日帝国 正式进入好莱坞 出道40年 在好莱坞独自闯荡20余年 没想到在60岁后 终于凭借瞬息全宇宙拿下金球奖 这个好莱坞第一个含金量高的奖项 不仅如此 金球奖被誉为奥斯卡风向标 因为她的获奖名单和奥斯卡重合度很高 第八世界美国电视电影金球奖 正式公布获奖名单 在洛杉矶的颁奖典礼上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凭借《造梦之家》 斩获两个奖项 分别是电影类最佳导演奖和最佳影片奖 这是斯皮尔伯格第三次获得 金球奖最佳导演第14次提名 《造梦之家》这部影片 基于导演斯皮尔伯格的人生经历 讲述在上世纪60年代 一个男孩在成长过程中 与相机导演摄影结缘的故事 最佳女主角 凯特·布兰切特凭借在塔尔中精彩表现 斩获电影剧情类最佳女主 另一位夺冠热门人选杨子雄 凭借瞬息全宇宙 斩获音乐喜剧类电影最佳女主角 最佳男主角 金球奖剧情类最佳男主 奥斯丁·巴特勒 其在猫王中饰演的摇滚之王 给观众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 音乐喜剧类电影最佳男主角 柯林·法瑞尔 她的获奖电影 伊尼舍林的豹桑女妖 更是本届金球奖最大赢家 本届金球奖伊尼舍林的豹桑女妖 共获八次提名 最终斩获三个大奖 除了最佳男主角外 还获得最佳剧本奖和最佳影片奖 伊尼舍林的豹桑女妖 是著名导演马丁·麦克唐纳 自编自导的影片 主演柯林·法瑞尔 该影片延续马丁·麦克唐纳以往的风格 突然的戏剧冲突 荒诞的人性纠缠 让这部影片怪异的同时 引发对人性的思考 此前二人联手打造的影片 《杀手没有假期》 也提名金球奖电影 音乐喜剧类最佳影片和最佳男主 这次获奖也可以说 《圆梦二人》上一次的遗憾 2018年 马丁·麦克唐纳的三块广告牌 虽然收获四个奖项 但是他本人错失最佳导演奖 今年这部作品 他本人也是抱有极大期望的 可惜伊尼沈灵又一次 止步最佳导演提名 最终不敌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祝愿他在之后的奥斯卡 有所收获吧 剧集剧情类奖项角逐 也十分激烈 最佳剧集奖 《龙之家族》 作为全力的游戏的衍生剧 有全游热度的加持下 烂番茄有85分新鲜度 创下黑某的收视记录 最佳剧集实至名归 赞达亚凭借亢奋 展获剧情类最佳女主角 剧情类最佳男主角 则是凯文·克斯特纳 这位好莱坞巨星 凭借在黄石中的精彩表现 再一次站上金球奖的领奖台 此外 今年的限定选集剧电视电影类 也带给我们不少惊喜 《白莲花度假村》 不仅获得该类目的最佳剧集奖 该片女主剧 詹妮佛·库利奇 也获得最佳女配角 《小学风云》 也展获喜剧音乐类 最佳剧集奖 主演昆塔·布伦森 获得最佳女主角 泰勒·詹姆斯·威廉姆 获得最佳男配角 今年的金球奖角逐依旧激烈 不过获奖作品的口碑和成绩 都很难打 凯特·布兰切特 他是无数人口中的大魔王 演技的代名词 影后奖杯可能比其他演员 一辈子演的戏还多 凯特大学专业是经济学 可他实在是没兴趣 干脆退学去英国 这是一个剧组招龙套演员 凯特稀里糊涂就去了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每个演员都有闯荡好莱坞的梦想 凯特也不例外 1997年出演个人首部好莱坞电影 《天堂之路》 第二年就收到了导演 谢卡尔·卡普尔的邀请 主演伊丽莎白 这部电影帮他拿下了 四个最佳女主角 还提名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 他饰演的伊丽莎白衣式 颇具女王气质 更让她成为当年奥斯卡影后的大热门 不过 这季奥斯卡被媒体称为 主戈文尼斯·帕特洛也被称为水后 但是对于凯特来说 能入围奥斯卡就已经很开心了 好莱坞无人敢小觑 这个财貌双全的新人 真正让凯特火遍全球的角色 是指环王里的精灵女王 高贵温柔的气质 坚定细腻的眼神 观众只要看一眼就无法忘记 凯特喜欢挑战自我超越自我 所以当飞行家凯瑟·赫本 无人敢演的时候 凯特接了过来 凯瑟·赫本是什么人 百年影史最伟大的女演员第一名 四封奥斯卡影后却从未到场领奖 扮演这样一个伟大的演员 凯特的压力可想而知 演不好的话很有可能丢掉饭碗 可凯特近乎神似的表演 弥补了外形的差距 让不少人直呼赫本再谢人间 凭借神呼其呼的表演 凯特终于拿到奥斯卡最佳女配卷 对于这个奖项 她实至名归 从那之后的凯特 就像是开了挂一般 演技更上一层楼 八次提名奥斯卡 手握两座小金人 凯特布兰切特是所有澳洲演员的骄傲 很多演员一生都无法摆脱外形的智库 而凯特不仅能演女人 甚至还能反串演男人 凯特伊丽莎白一世和精灵女王的形象深入人心 可让她夺得奥斯卡影后的角色 却是一个落魄的中年妇女 蓝色莫莉莉莉 凯特遭遇昏变而破产 灰晶如土的生活一去不复返 她努力爬到了上流社会 却又被无情地抛弃 她演进了女人的繁华和落魄 凭借着电影里以真化尽的表演 凯特终于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 更夸张的是 她凭借这个角色几乎包揽了 世界上所有的最佳女主角 凯特并不满足这样的荣誉 转眼她又进入了卡罗尔剧组 扮演了一位高贵优雅且柔弱的贵妇 跟年轻女孩产生了世俗不容的感情 影片中凯特举手投足间的魅力男女通杀 凭借此片 她再次提名奥斯卡最佳女主角 世界上已经没有角色可以束缚住她了 此次凯特凭借塔尔再次获得提名 她扮演的是疯狂的音乐大师 无时无刻不追求完美于掌控力 在专业上拥有偏执的极客精神 电影里你几乎看不到表演痕迹 只会觉得她就是女主角本人 这样的凯特也成为第95届奥斯卡 杨子琼最大的竞争对手 今年四大风向标里 她拿了三个奖 杨子琼拿了两个 四大影评人协会 她拿了三个奖 杨子琼只拿了一个 凯特·布兰切特是这个时代不可逾越的高山 她的过就是她的奖 就连大魔王这个称号 也无法形容她的压迫力 奥斯卡最大的看点不只是奖项 女明星的红毯战袍 也一直为大家津津乐道 比起重点展示概念和创业的T台 每年奥斯卡红毯反映的是当年的面貌 第95届奥斯卡红毯 是近几年水准最高的一届 要么仙气要么贵气 色彩非常丰富 备受关注的杨子琼 一反常态地选择了迪奥高级定制白色流苏裙 简单又不是优雅 披肩卷发搭配亮钻发卡温柔大方 大魔王凯特布朗切特反倒气场全开 身穿LV最佳定制 蓝色裙子虽然低调却很有气势 不管是气场还是时尚度 大魔王都率先赢下一局 范冰冰作为奥斯卡评委 也出席了本次颁奖礼 绿色联袖裙 银色流苏 深微垫肩连身长裙 助她在红毯上异议生辉 祖母绿首饰和裙子交相辉映 名副其实的艳压 在网界奥斯卡的红毯上 也有不少经典造型 其中步伐非常惊艳的 让我们一起回顾过去近百年 最广受好评的红毯战袍吧 1954年 奥黛利赫本身穿白色蕾丝裙 这原本是罗马假日礼的服装 被纪凡西二次设计成礼服 简约柔美小礼服 足以显现她的亲力脱俗 也助她拿下了最佳女主角 意义非凡 1955年 可丽丝凯丽身着 艾比斯海的浅绿色吊带贴身衣服 优雅又高贵 周围人全被她的魅力所折服 难怪连爱马仕 也要以她的名字命名一款包包 而她的这款造型 也成为好莱坞魅力的永恒象征 1990年 麦当娜以玛丽莲梦露经典的 金发白裙造型亮相 和麦克尔·杰克逊 一同现身搬小典礼 强劲了其他明星的风筒 她当天佩戴的珠包 价值2000万美元 曾被评为奥斯卡红毯史上 1993年 五大超模之一的辛迪·克劳夫 有着不亚于明星的知名度 成为很多人的梦中情人 奥斯卡红毯上 她一袭白色紧身低胸礼服 接近完美的身材 成为全场唯一的焦点 1995年 乌马瑟曼穿着一袭 普拉达淡紫色长裙亮相 宛如仙女下凡 她实在太美了 以至于第二天 全美国都在询问这条裙子 普拉达从紫身名大造 成功进军美国市场 乌马瑟曼也成为了带货女王 1997年 尼可吉德曼的黄色长裙 惊艳全球 白发光的皮肤 再加上她的身高优势 让尼可吉德曼风头无两 这条颇具东方韵味的裙子 将她的气质展露无遗 这也成为奥斯卡红毯史上 最具标志性的一刻 1999年 凯特·布兰切特穿的是 中国古典血液花鸟裙子 当时她只有30岁 大魔王的气质出现 露背的设计 更是突出了大魔王的身材 2012年 格文尼斯·帕特洛 身穿雪白连衣裙 她没有复杂的设计 也没有华丽的珠宝 自信和知信 早就融入了她的身心 已经不需要用服装展示自己 却达到了优雅高贵的巅峰 2013年 大表姐詹尼佛·劳伦 身着迪奥高定亮相 这条裙子简洁大方 只是裙摆太大 她在上台领奖时 不小心半了一跤 但这一跤 留下了一张惊艳的背影照 不少人都把它称为白天鹅 2020年 超模又一次赢了 莉莉·奥尔德·里奇 穿的白色长裙 简洁又大方 整个人灵巧又有气质 尤其是腰间的红花 相当惊艳 一点红肠出白霞 多一点则俗 少一点则素 这样搭配就是完美的 红毯就是女明星的战场 第95届奥斯卡红毯 你更喜欢谁的造型呢